我以为你牙掉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到底能不能吃 我跟黑哥那天晚上刷到这个直播 研究老半天 没研究明白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说是文丸玉米拆盲盒 他那个玩意儿长得就很漂亮 花里胡哨的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然后别人问他就是死活不说这是啥 而且可贵了 一个可能卖到好几百 我从网上买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 100块钱四根自己拆 我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当感觉十一放假的时候 在你家玉米地里见过这玩意儿 你要是看见这个100块钱四根会不会揍你 它就是长这样的 很标准 就这一根哪个小朋友要 它直播间就是这样的 就死活不差牙在那墨迹 它真的有颜色 还有虚子呢 有这种白色的黄色的 主要是它会有这种紫嘟嘟蓝嘟嘟的 这样子就很好看 它真的有绿色的 这个长得更劝采一些 哇塞哇塞 真挺好看的 肉眼看会稍微没有这么鲜艳一点点 这拍出来也太好看了 这个颜色就很淡 这个只有黄色和粉色 但是毛发很旺盛 莫兰迪色系 最后一根 哇 开出了一个红彤彤的 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这四个玩意儿100块 我刚才问了这个东西它就是天然长出来的小玉米 是因为基因突变才变得花里胡哨的 做成纹丸玉米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些豆全部抠下来 然后用胶再全部粘回去 盘的时候这些豆就不会掉了 我听网上说哈 这个纹丸玉米跟仓鼠磨牙玉米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我也买了 这个15块8六根 哦这个 这个长得好像很整齐的样子 哇塞 这个好像更好看一些呢 这个也是什么颜色都有 你看蓝的 墨绿的 粉的 黄的 白的 你们看这六根 好好看 该说不说 这个颜色好像是更鲜艳一些 比仓鼠吃的更大一点 但这可以选型号 我选的是最小的 我看直播间有好多人好奇这玩意能不能吃 我们尝一尝 就煮这俩了 煮了40分钟应该是熟了 这个红的它炸开了 哦 质硬质老像石头一样 刚才那个珠光宝气的 煮完之后变成了黄色的 它应该不是染的色号 哎呦 我以为你牙掉了呢 这个能咬动 但是也是超级无敌硬 就很生的那种感觉 看来这种花白 就是只能看不能吃 怪不得没啥人培育这种品种 我想沾一个试试 说干就干 这个是我沾好的那个 好像有点潦草 呃 就是 他们现在有点理出外进 怎么不团结了呢 这些我就留着盘了 I knew 我会放到这个下集 我们下集了 看到我